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又到了新的一个星期 今天Steven仍在Siglifer 他说明天会回来与大家见面 今日继续我与大家做节目 首先,大家都有留意美股方面 毕竟我们都是随着美股向下 所以,有没有能彈上来也是靠美股 甚至要留意阿爷那边 今天有没有好的消息或好的方向 去带动大家继续 先不要胆战心惊 首先,看看美股 美国方面 再谈谈阿爷方面 美国方面,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方面,道指在交易时段最多跌500点 收市反而要倒升330点 相信大家都很欣慰 因为倒升的缘故 也挺刺激的 近日期,近这个星期 环球股市都是以刺激的为主 不过,上星期刺激得来 普遍向客 只是星期五的时候 有少少好的表现 刺激向上 留一个长长上影线 不过,大家都不要因此而掉以轻心 或过于兴奋 始终短期之内 没有什么利好消息可以带动 最多你叫它不要跌 星期五的表现就是 跌浪当中,不要一次过跌得太深 但不代表是安全走上来 我们一直在说 除了留意股市表现 亦看回原因 原因方面 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债息 持续高期站在2.85厘附近 但也见到美股方面 反弹一点点的时候 十年期债息的资息率方面 也有轻微 轻微就是不要上得太多 会下两个点子那么多 2.829厘附近 所以大家不要太狂奋 你见过 息率方面 其实并不是真的贵得太多 令股市太大 有因走向上去 除了这件事 要和大家说 说完其余的两个指数 道指就收24.190 标指升38.2619 纳指方面升97.674 三大指数 其实上个星期内跌 也超过5% 指数向下 息率向上 联储局也发出了一些加息不动摇的讯号 因为政府方面 支出也比较大 通胀压力在 联储局也说加息的步伐 其实都一定会走回这个步伐 甚至大家想会否加息更加快 因为都需要钱 特朗普上星期五 签了预算案 大概是3000亿美元的支出 原来当地时间星期一 特朗普也有事情 就是说 之前说万亿基建 这件事 他会公布另一个计划 就是基础建设 究竟投资计划的钱 如何分配 提议在未来十年内 撥2000亿美元 就投资这些基础项目 来带动另外的投资 即政府是2000亿美元 私人或其他地方政府 加加埋埋 就有一个万亿的新投资基建 留意会否今天公布这2000亿美元 是安排在不同系统当中 会有什么投资机遇 这些都是听着 长远发展十年的一个建设 不需要太过于憧憬 纯粹留意一下 不同系统当中 如何放钱 再看看市场有什么特别反应 看看可否带动美股 站稳一点 其实我不预期它 升得很厉害 我只但求它站稳 港股方面 也不需要做得那么厉害 美国方面 星期一就是这样 还有今个星期三 都会公布一月份的通胀数据 月底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会出席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停证会 这两个因素都会影响市场的恐慌 会不会再次加剧 还是什么 大家留意着外围这方面的发展 而说完外围 就说了内地方面 内地方面 上星期五 跳水式向下插 跌了百多点 相信大家都在担心 会不会仍然是说内地的融资融圈的额 其实就越来越减少 就拖累到大市方面 是不是市场的乐观情绪 变得越来越淡呢 所以就令到上证方面 都收窄了一点 其实都不止收窄那么夸张 其实整个2017年的升幅 都大致上都已经消灭了 暗制了 上证方面都说了几次了 就是一只关注的3100点 也不是一只关注 因为它无端端跳下来 我也不知道 对了 我也不知道 它突然 我将它的standard 压到这么低 要看到3100点这么过分 还记得 对上看还是在看3260 一天就这样清晒下去了 后市方面 继续留意着 上证重指方面 可不可以站得稳3100点这个位置 盘中失不计数 上个交易日盘中 都曾经失过3100点 阿爷这方面 站稳 不要太多的差错 或者大家不要搞阿爷的话 港股这方面 也没有过被人拖后腿 而内地有什么公布呢 就是人行 今天星期会公布1月份的信财数据 新增人民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 这方面都要留意一点 数字 看看会不会规模变大 所以变大便要向好一点 因为大家一直在担心 内地过去这么干的国策 是否加大了力度 而且在楼市调控方面 内房和内房都是比起星期五上证 跌之前已在跌 还要跌得挺深的 留意这两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而港股 好了 港元外围 港元内地又说回港股 港股今个星期是农历新年 大家都留意到 今个星期是三日半的交易日 不要憧憬太多 最后年三十元其实只有半日 而且大家在看上证指数 内地股市方面 有没有笔税流下来 但是笔税方面 其实也会休息 星期二起港股通会暂停 没有笔税不需要憧憬 预计大市成交也会稍微缩 环境都没有一日 都跟大家说 笔税方面都占大概百多二百亿 甚至是星期五的时候 都占大市成交的两成 预计没有了这些笔税之际 可能都会剩下一千亿 松一点的话 大家就不需要说过于恐慌 为什么大市成交突然缩成这样 留意港股通便会暂停 上星期五方面 看到恒生指数已经失手了一百天线 甚至失了三万点 失了一百天线 后市方面我们就要留意 就是第一步 可不可以站起一百天线 一百天线已经向上了 已经不再 纯粹是二九六头 我记得是二九六零三 类似的 上个交易日 上个交易日的收市是二万九千五百零七点 现阶段一百天线已经去到二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今天要留意可不可以站在二九六一八当中 现在港股方面的价格时段已经结束了 看到恒生指数现在高开二百点 二百零五点 我们正在二万九千七百一十三 即是说我们除了要留意一百天线二九六一八 这个位置之外 还要留意今天开始是二九七一三 希望它是一支阳烛向上再站稳一百天线 但仍然有个阻力就是向上看 就是三万点这些齐头关口 三万点亦都属于是十一月二十二号的一个顶位 三万点然后还记得去年年尾 大家都是因此而不开心 为什么不是一个好头好尾 十一月然后就回到十二月尾 才开始再展开升幅 留意三万点 会不会亦是一个阻力 齐头关 不过就算升到上来三万点左右 即是补回上星期末段的裂口之后 还有一个裂口 还有一个裂口就是三万一千三百点 是裂口底部 裂口顶部就是三万一千七百点 这四百点当中仍然还有一个裂口 不过逐步逐步来吧 首先站了一百天线 然后上回三万点 都不预期一步到位补到两个裂口 今天暂时不需要太过乐观 因为裂口未补 线位未站好 好了 说完恒指之后 我们先去完广告 先去完广告回来 就看开市的情况 hesitate to recommend 回来节目时间 我刚才看到YouTube有朋友 问到A股方面是何时休市的 性这个原因 让我们跟大家看看 A股方面其实跟我们一样 图面因为cart后 2月15日有半日市 2月15日星期四至2月21日星期三是休市 2月22日星期四就照上开市 最后年30万个日不需要看阿爷那边的情况 但现阶段也是需要看 看一看内地上证指数方面 开市的情况 开市方面现阶段升了2点 但也看到它开始微微地跌下来 3132点升了2点 我们开个日线图来看 2点代表什么呢 2点真的是1点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憧憬 今天是否真的可以一次过冲上去 我们这些还行区 大概3260这些底位 上年年底这些底位 其实这次真的一次过已经失去了 上证上证方面也有裂口 不单止我们有裂口 而且他们的裂口也挺大 要上回来3260以上才是安全的 不然我仍然会觉得向下要小心 3100能收到 现阶段不需要衷景太多 好了 说完内地 要看港股 刚才跟大家说 开市是升200多点 正在29713 现阶段已经有缩 只剩下138点的升幅 29636 果然今天是要看着 100天线 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支持位 为大家 支持完之后 再30,000点向上保链后 和大家看看 成交部有什么股份要留意 今天成交部没那么不错 终于有点升幅 虽然市值升得不算太多 升得0.5% 和大家帮报价 腾讯700升1.6% 做414元 平保方面 A也漂亮点 升了1.1% 做80.2% 而升幅比较大一点 还有升2% 就是有邦 60.8毫半 还有随胜2018年 真的看好2018 随声又升2.7% 148.2 一直在横行138至146 这些位置 看看今天可不可以 收稳这些位置 收稳这些位置 又再次买进一步 因为看到随声升幅又再扩大 在升3% 148.8 同样升3% 还有信羽112.6 但是它还不是在横行 未升穿117 我就不看它了 根据也在升3% 22.1% 反之有一只可恶意的 税安房 272 一直是自己放风 我自己觉得 不停跟别人说 我有机会做一个私有化 但是又转提一个消息 就是我又没有跟银行谈过 究竟现在是发展着什么阶段 你会不会私有化呢 最新的新闻 大股东 罗康瑞 今次说到 无意再跟银行商讨 潜在私有化融资的计划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你在低位买上来的话 当时你不走 都情有可缘 你就博私有化 但是在高位 是不是要进来接货 博私有化 是千万不要这样做的 税安房又要开个不可以开图 又要开小画家方面 写下一些小字给大家看 272 税安房 272 税安房方面 一直在10天 20天线培回 第一次炒私有化的消息 当时就是 1月31日 当时冲了上去 然后回落了几天 一直站住在20天线 20天线站住 当时是做2.28元左右 上个交易日再炒了一次 这个私有化消息 站在线上 但是他没有冲破1月31日的收市位 当时是做2.72元 一直在说 如果是技术层面方面 技术分析方面 我们就是突破了前顶才会追入 他从来都没有收穿前顶 所以我们根本都不需要追入 更何况这些憧憬私有化的 我从来都不鼓励这样投机 结果那天只不过收在2.58元 仍然没有突破2.72元 今天有这样的消息澄清 结果股价连横行区都差不多要失去了 现时股价跌了1.9元 10天失去了 20天线失去了 50天线失去了 100天线都失去了 100天线为何这么重要呢 在这一只272当中 因为100天线 现时 看看 正在做2.1号山 同样都是横行区的一个底部 横行区底部大概就是2.1左右 所以无论你多少钱买入也好 如果真的要收失2.1的话 真的要狠狠的撇脱一下 这一只年大股东方面 已经有在说 我们不会这样炒 你这样乱入想炒的朋友 已经整个蒙花灭了 如果你在12月这些横行区买入 打算看他何时可以突破横行区 而赚到钱的话 抱歉了 现在连横行区都要失去了 你这个梦就有机会又是梦碎了 后市方面 看看站不站得到2.1 站在2.1 在横行区当中 我就当他整个12月打后没有玩过 继续横行 可能再等其他消息 或者等公司公布业绩 什么再升 后市一定是看着2.1 不要失 横行区是2.1 至2.2 左右 至2.2左右 是一个横行区 所以大家就留意一下 这是税安房地产的发展 除了税安房要和大家说之外 再看看有什么股份是值得今天早市 就立刻和大家说 可以先看看大家YouTube的问题 YouTube方面 看一看 368 一个8入了 还有点看283 首先看一看368 368中外运 我看到他整个股价这样跌下来 有点心酸 你一个8入了 现阶段一个9号 你还有钱赚 你真是等了整个了 先写一下 这就是368 现阶段一个9号 你一个8买了 后市方面的支持位 你一个8买了 你究竟在这一浪2017年11月的时候买 还是坐了很久 他最高去过两个6的时候 是英俊的 但是你看到在两个6 就是大概2018年1月26 那支大羊竹 然后跟着一支大羊竹 吃光了羊竹的时候 你就真的要警惕一下 然后到大概两个4的位置 是10天线 而且是2017年10月份的一个顶部 你那一刻看到这样的羊竹 无论你喜不喜欢他 长线也好 短线也好 他连之前的破坏都失了 你应该要先吃一炷 现在说回头 就伤心了 你当时没有吃那些 但是后市方面 你千万不要 股份方面 不要失一角八毫三这些位置 一角八毫三 一角八毫三 为什么要看着它呢 留意到11月底部就是在做一角八毫三 如果失了一角八毫三的话 再向下 那你真的整个浪玩完之余 还要倒舌 再倒舌的话 就要再看回 哇 你当时 你是不是年头持上来的 是的 一角八毫三 我真的建议不要失了 否则整个浪玩完之余 那些线都向下 再向下就要看到 1.5毫半左右 再向下就要看1.5毫半 所以我强烈建议 1.8毫三一失了的话 就真的走了 你完全浪费了早前的一个大浪 以后玩这些股份也是 你留意到这一只368当中 重仓区是 重仓区是两个三毫半 至到两个半 这个重仓区的底部 既然失了的话 首先你真的要检查一下 为什么自己不在这里吃了它 然后就是10天线 就是10天线应该要吃了它 然后重仓的底部 你又要吃了它 到现时现阶段1.96毫半 我真的觉得你后市看着1.8毫半 千万不要失了 否则我都强烈建议是可以先吃了它 有钱责 它向下行的机会比向上的机会更加大 很噁心 368我真的不建议再拿着 还有点看288.3 288.3中海油田 其实油价方面 好像已经暂时玩完一个浪 所以如果你因为油价 而买入这一类的股份的话 真的有机会就要先吃它 留意其实上个星期油价 累计已经跌了一成 它跟大市一样 早前我们说到美汇指数做得比较差 比较弱的时候 商品你应要受惠 但是油价受惠完之后 其实美汇指数没什么弹到上去 90左右 但是油价反而要跌成一成那么多 而基本因素其实没什么差 所以都挺失望的 油价看紐约旗油方面 现时已经失去60美元的位置 59.2 我暂时觉得油价 这一浪炒完了 中海油田方面 我不知道你多少钱买入 还是有没有货 如果没有货的朋友 不需要买入 有货的朋友最最最最最最最后要看就是 1月4日大阳烛向上 因为我们看到它 1月4日大阳烛向上 那时突破11月的一个高位 11月一个高位大概是7.7左右 7.7左右 失了就是突破失败了 到时又是了 整个月的浪都玩完了 所以不建议要塞7.7 塞7.7就玩完了 而且线都全部向下 你要弹回上去的话 你现阶段敢搏来搏来搏去 弹回上去 都要留意 它都有些阻力位在 包括是第一个列口 2月8日的 收市位 就是8.63 要留意着 8.63会第一站的阻力 然后第二站的阻力 就在大概9.1左右 就是第二站的阻力 所以你如果真是这么喜爱的话 就留意阻力位 支持位方面 亦都是不可以失败的 有货位朋友 就留意7.7就不要失败了 好了 现在又到9.9时间了 和大家看看恒生指数又造成点 恒指方面升150点 仍然是比开始时候的升幅收窄了 成交榜当中 亮眼的都是刚才那三只 碎星、顺羽和吉利 但是三只当中 我只看好碎星 其余两只都不需要特别买入 做任何部署住 市还要不知站不站得上一条100天才升 那86点很失望 所以大家今天都是忍着手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很想入货 不要住忍着手 上证指数方面 就升18.3147 都没盖上一支阴烛 就不要理他了 盖上了还有一个联合宝 上证还有很长的距离才能修复到 好了,今次先说到这里 11.9节节目时间再和大家见面